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們在銀河系 發現了一個明亮的神秘物體 每18分鐘就會釋放出長達1分鐘的 巨量無線電訊號 讓科學家們震驚不已 這顆銀河系中的明亮物體 是使用西澳大利亞的 莫吉森廣域陣列望遠鏡發現的 研究人員表示 在2018年的2個月內 它以每小時大約3次的速度 釋放出巨大的脈充能量 科學家們猜測 這個神秘物體 可能是一個新的中子星或白矮星 距離地球約4000光年 它擁有極大的磁場 天體物理學家赫利沃克表示 團隊現在期望找到更多這樣的物體 因為在天文學中 從來不只有一個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 江迪亞綜合報導